金正恩亲自坐镇测试新核武这款武器又叫海啸 在水下鱼雷测试中激起超高水柱 海啸具有高度隐蔽性能潜入地方海域 针对战略港口和军舰轰炸引起大规模放射性海啸 事实上金正恩已经在2023年3月底进行测试 而这次公布海啸就是为了回呛美日韩军演 这场军演在韩国激州岛进行 从15号到17号为期三天 美方派出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 普林斯顿号等五艘舰艇 日本出动金刚号以及驱逐舰日向号两艘军舰 南韩则是派出适中大王号等两艘舰艇 一共九艘参与美日韩军演 就是为了应对北韩核武势力 而美日军事合作相当紧密 美国驻日大使伊曼妮他表示 要让美国军舰在日本改装整修 投入巡逻东亚任务 为了因应北韩核武威哲 美日韩日前也在南韩举行三方会议 痛批北韩和俄国军事密切合作 以及讨论北韩近日的军事行动 严重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尽管美方提出要与北韩沟通 但北韩却再三回绝 北韩记者综合报导